Toyce View 玩具堂 深水平叉 時間 我是Brian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Kobe 不過這次的課是比較新的 之前跟大家預告過 就是一些Kobe 二戰德軍的非洲軍團的題材 之前介紹了部分人仔 起碼出了五格相關的車 戰車 坦克 自走炮之類 這次介紹了我自己最喜歡 或者很多二戰粉絲們的朋友 都是比較喜歡的一架德軍電車 都猜到 就是這架 我們稱之為三號突擊炮 或者是英文 香港人的英文 叫Stuck Free 這架是一些早期的三號突擊炮 你會看到它的炮管是相對短一點 後期的炮管就變得威猛 就長一點 或者炮管的底部 有些是駐造的 有些是燒刊摺出來的 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不知為何很喜歡這種不同形態的炮管 又不是一枝圓形的一枝 這個很特別的 而且都是我們在熱戰裡 看到不同國家的設計 都完全不相同 你看到就算是蘇軍的突擊炮 或者是美軍的突擊炮 或者是一些自走炮 其實炮塔的設計 和炮管的佈局 完全都是很有自己的風格 所以我覺得是玩熱戰的題材的模型 或者是相關產品的朋友 其實都是喜歡這種很特殊的氣質 經常都說 高達的題材 其實都是一些很重熱戰的影子 那這架突擊炮 你猜是高達的哪一隻自護軍的機種呢 那就慢慢大家研究 看看盒子 這個盒子 這個是530塊 2529 有兩個人 是需要的 都是順帶多一點點 好了 之後呢 有沒有發覺 那個車的形態和比例 是比較順暖的 我也很感謝這些師兄 現在越來越多 朋友會注意到這個節目 尤其是講Coby的節目 他們都有回答 上次有提到 預告裡面提到 還有Stuck3 我首次出 那非洲軍的3號突擊炮 D型呢 就是海峽第一次出的 但如果是 嚴格來說 3號突擊炮 甚至4號突擊炮 我都查了一些資料 其實原來已經出過了 不過呢 很不同的 各位師兄 Max師兄都提到 其實 車的比例 尤其是理帶的部分 是理帶是用粗理帶的 輪的佈局也有些不同的 甚至車身的比例 其實也有些不同的 當然 我當然是偏心一點 因為正常都是產品越出越好 這個最新出的 Stuck3D D型 那個車 雖然是D型 但它的車身佈局 基本上大致上 都是這種3號車的底盤 比例和報紙 我覺得都頗滿意的 如果你看回舊照片 你就知道 Coby的3號突擊炮 狼少、突擊炮 幾年前的產品 那個比例佈局 是有少少 沒有現在那麼好的 真的 你可以找回這些資料 其實產品正在進步 原來Coby 屬民也有很不短的歷史 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一直都進展 在產品的設計 比例上 拿捏 我覺得越來越成熟 這個是可以可可的 所以 不說那麼多 歷史也不說了 這輛車真的非常熟 如果不認識它 跟你說 你也不一定有興趣 如果有興趣的 想知道的朋友 自己去上網看看 看看一些二戰歷史 這輛是名戰機 名的坦克車 又或者 機動戰士裡面 有哪一款 是有沙色 又有傳統色 又有特別色的呢 想想 自己幻想說 但最近都發覺 多了在店裡 碰到一些朋友仔 都是啟積木 或者是Coby的朋友 就注意到你的品牌 以及我們的影片 多謝大家 也有留言 給大家一些意見 非常好的 不妨給多些意見 以及大家多些交流 是好事的 就算在街上碰到 不妨大家照顧 因為我認不到你們 但如果你認到我 我就 真的 OK的 沒問題 大家聊聊聊 現在Coby這個品牌 香港有一間正式代理公司 大家就可以不妨 聯絡代理商 或者在哪裏 零售商買 慢慢都發覺 可能多了 人會注意到 我也相信 這個品牌 或者這些產品 其實會有很多師兄喜歡玩 尤其是一些比較 大過一些 成年一些 對意見歷史有興趣的 有時啟積木 就是用很多心機 時間 眼力 手要定 又要想認識 朋友 剪 齊 很多東西 但是這些節目 簡單氣樂 就這樣 就直接啟穿就搞定 都能夠滿足到我們 年輕 或者小時候 小小的心軟 大家喜歡這個page 或者喜歡這節目 或者喜歡Toy Series的朋友 千萬不要亂識 幫我們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我自己的Facebook 和Toy Series的Facebook 多謝大家 我們一齊看看這支主觀鏡頭 嗯 主觀鏡頭一開始 拍到兩個 勞人甲穴 沒錯 這兩個都是 二戰Coby 作人伸出的 一些 一些 Infantry Gun 或者一些 反彈黑炮 其實兩支都是德軍的炮 一支是PK40 一支是PK36 遲些希望有時間給大家介紹 但是不敢爆 我幫我看看今天的主角 好了 看看車之前 我們正式看看它的 小小的附件 繼續 它們是有這些卡 其實接下來我們會發現 他們官方網站 也有提到 他們會有些 類似Bord Game 的產品推出 即是有比較小的 Coby 打車 但它是連同 地圖 一起賣的 還有Rules 去打戰棋 好了 看看這個 講到這個型號 其實這架 Stuck 3 其實已經比以往的數量 我記得舊款那些 幾年前出的那款Stuck 3 雖然不是D型 而是G型 排款比較長 但是呢 職目的數量也是比較少 職目數量多了 換句話 可能是代表 比例上 布置上比較精密 或者準繩 好了 兩個人不用 都是這樣 裡面真的 純粹看一看 因為很多頁 也沒有什麼 如果初次接觸的朋友 可以放心 說明師 我真的砌這麼多隻 起碼我只砌過五、六十隻 大大小小 其實沒有試過 看得不清楚 還有錯件、漏件 真的沒有試過 一次沒有試過 所以不用擔心 說明師很清楚 我想都是 水準以上 當然 大牌子的東西是更好的 最近都砌過 有合方手 好 好 當然 新的東西 都會有這些 再清楚一點 真的不用擔心 一次都沒有試過 好 如果不熟的朋友知道 其實這個牌子 都是歐洲牌子 和LEGO同樣都是歐洲牌子 歐盟的標準全部都有 喜不喜歡 喜不喜歡 或者覺得有多好 大家自己親身體驗一下 之前遇到師兄很喜歡這隻 鼻絲襪 但結果我看到他就拿著飛機 移戰飛機走過去 明白的 當然要先試一下 體驗一下質感 至於材料方面 我自己玩過 其實材料是 膠的原料是沒有問題的 亦都是用回傳統 即是他們盡量都不噴飾 用原色膠料 先試一下 有什麼可動的地方呢 李大呢 李大一讚的 是很好的 首先 這部件 全部都不介手 有些會介手 還有輕鬆鬆鬆 甚至 你肉眼看上去 看上去 你也知道 那些膠料是不行的 透透的 這些呢 COVID就不會有什麼狀態 還有 顏色呢 你發覺是很準的 因為其實混合顏色料 都要 方法 以及準成的 好了 那麼 軸的 可動呢 完全沒有問題 全部都可以動的 是組裝的時候 軸的 軸的 底面 要小心注意一下 說明書有說的 就是這裡 如果你反轉了 軸的 其實它就會 絕著 但不要緊 就算你真的 覺得有點難看 因為其實兩邊 底面 是有少少難分的 比較接近 某一套 都不太顯著 告訴你 是哪個打哪個 我給你一點經驗 這個 正確的 你發覺 這個代表是比較凸 你看到 扁的那邊 就不是要那邊 有什麼用呢 扁的那邊 因為很貼 另一件 配件 所以軸就會轉得不順 所以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安裝之後 你發覺 軸的軸的軸 那你就 不對了 我做個比較給你看 這個 同樣都是軸 同樣都是 擦一支軸 我特地反轉 你會發覺 我是轉不到的 但如果反轉它 它是會 軸的軸 所以 這個當然 這個就無所謂了 你 轉又可以 但是如果這個不轉 就很沒力 所以 你安裝之後 發覺軸的軸 就沒問題 每一隻都一樣 因為你隨便 裝錯了 就 卡住了 但對於整個車 駛的軸 沒有影響 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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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這個第二個 是 我其實夢想是 這應該是 看到 這股舍軸 任何方都變得 還是 Ultimo 不如 後來 佈置 這ts 這裏有個佈局是裝了器材或器材 其實舊款Covie 車是沒有的 而且舊款是迷彩的 所以輪圈好像輪圈一樣 輪圈加橡膠車輪 但舊款不是的,是類似這種 大顆的,當然6顆的車輪是不錯的 我沒有留意到,但整個比例報告是更近的 因為Stuffley出了名,或是德國的特擊自走炮道 出了名是比較鬼暑的 越鬼暑就越型 這架也是造成的感覺 車身Tracers以上的部分 是比較細小和矮的 這就是減低比敵方擊中的可能性 另外整個車輪比例都不同 暫時我沒有機會買到舊版 其實完全不同 但網絡目測,新版本的設計 真的挺像一架模型 舊版本的比例上可以改善 當然啦,其實你看到Covie 很多舊產品都是這樣的 越新越美,很正常 講到可動部分 這個後尾箱可動 當然車尾箱要開 車尾箱要先拆掉一些東西 因為它其實就鎖住了 即是積木本身鎖住了 那拿好車尾箱 再拿上這個 其實這個油桶 才能開到 麻煩就不麻煩的 那就可以看到裡面的機器了 那你兩相片的這個都打開了 那當然,只要開這個就可以了 那打開就掉了 因為這裡是頂住的 好了,很快的手 這就是剛剛講的底面的分別 我覺得有點難分 不過這裡應該是平面 即是用這邊貼著另一邊的積木 理論上是鑽不得順的 這邊呢 可能會有一點浮凸的感覺 這邊呢 如果貼著另一邊 就會仍然有一個可以滾動的效果 那我快快把這個放上去 那這條天線仔 不要小看它 有它真的差好這個感覺 那另外可以開的地方呢 當然是傳統炮塔的倉蓋 那跟真車一樣的武器賽塔 都是兩個 那當然可以放人上去 那當然這個放了普通一個沙漠兵團的 這個比較像Panzer Crew 當然你可以配到很高的 換上Panzer Crew 甚至穿黑色衣服 不過非洲軍團應該就不是穿黑色衣服了 整個車布局都跟足 我覺得挺滿意的 那也是有非洲軍團的 那些車的一些微小變化的裝備 你看到的 因為沙漠有什麼特徵呢 就是很多沙塵 所以好像比較少地方 你可以看到是暴露到一些機器 或者是暴露到太大面積的倉蓋出來 不知道大家去到沙漠沒有 如果去到沙漠你就知道 這些東西很重要 封得不好 即是不單是人吃沙 而是機器會壞掉 我和地方加上的排管就是這麼多 本身都是這樣 本身都是這樣 其實它一樣有少少左右搖動 那你去砌一會就知道 那你去砌一會就知道 那布局的設計是 我很滿意的 即是可能我砌得少 實際上其他大牌子都沒有這個 軍事物品 很少的 所以就很難比較 但我砌過一些內地的一些牌子 其實可能很多都是抄襲Coby的 那都發現真的一般 但他們的做法真的比較好 另外Coby最近他們都常常強調 就是他們不會用貼紙的 可能早期他們都會用貼紙 因為我之前砌過的比斯脈 因為是早期的 其實不是早期是去年的時候 他用了貼紙的 但他們最近很多都用了Stamp Print 所以他們都不會擔心 反而有時候同樣大小的砌的時候 你們要小心一點 譬如屯徽在這裡 上下那些都不是太大問題 但有時候你砌到裡面的底部 你就浪費了屯徽的那個 因為他只有一個 那你砌出來 你也知道 砌的職務是有些困難的 差職務是容易拆散的 好的職務是很難拆散的 尤其是很大力的師兄 好像我很用力的 按到手都很痛的 那些 你拆出來就很慘 很痛苦 好 最開心當然是這些 這些全部幫你移引 就是最開心的 所以蠻棒的 我覺得在這裡出 他可能會玩多些花款 可能有些小的 不同的裝甲 C的揮號都會做出來 真的蠻好玩 所以無限變化的 我覺得多些禮物的手 喜歡的 其實買多兩架 同款 近型號的 其實都很開心 好過千篇一略 全部都有一種 或者Stuff3 都有一種 沒有其他東西 那這個就是 要平衡 這次兩個人 這個就是 第一 沒有沒有東西的 那些散兵 就是三隻一套的兵 反而有非洲軍團費 這個呢 我就這樣目測 這個呢 沒有就沒有軍團費 但是三個呢 這個布局就是 JDAK的 門牌 顏色那些 一直都是 後面他們又不印的 那我發現原來最近他們 有些迷彩的 其實之前我研究竟 也發現有些迷彩兵 他呢 這裡會做一些迷彩的 都是幾個顏色的 但是很好笑的 他也是做這一塊 然後後面不做 旁邊都好像沒有做的 那 就不同我們坊間 我們買一些比較 Custom 或者一些 我們叫M.O.C.牌子 那些 那些就做到很足 那這個太陽招呢 就是二印來的 那 看得多呢 其實看慣了都OK的 好 他說第二個 這個 這個頭盔的軍匪 其實就是普通 德軍軍匪 但是 三木屍頭盔 就當然是DAK 或者叫Evercord Corps 好 那 其實如果正面看 那些 印呢 其實就滿意的 就是 就是做一組 比如這個MP40 那些Pulse 就是第33 起碼不會有意義 因為真的看到那些 街邊的小牌子 他真的敢能夠你 做兩個MP40 就是Double Pulse 那我就很少見過Double Pulse 經常都是T Century 如果大家想理會看到iliśmy的 人仔 這裏是主力的設計 這裏是主力的設計 活動性都說了 組裝過程是非常開心的 因為看得到車慢慢走出來 就很有趣 我會拍一些過程的照片給大家 在攝影影片中 你會發覺為何這麼過癮 因為真的像組裝模型 最辛苦的地方是 手指也會痛 因為要做粒按 但不用擔心會弄爛 因為是PVC的膠 不是PVC,是橡膠 彈性很大 但用盡力按下去便可以按下去 不用擔心會弄不回 或者會斷 這些黑色的 我先形容是橡膠 我自己也不肯定 但應該不是PVC 好了 這集到這裏 喜歡我們的頻道 或者喜歡看我的節目 麻煩你幫忙 訂閱我的頻道 和讚好我的Facebook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在哪裏買呢 在連結都會提到的 希望大家享受這種 我叫乾乾淨淨的模型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手 很快的 又可以滿足一些 童年 或者青少年的願望 希望大家開心一點 遲些再見 拜拜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